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民间历来就有积阳德 积阴德之说 不过两者之间可算得上是天壤之别 阳德主荣 阴德主寿 阳德小世民 阴德天报之 那是虚命重要呢 还是福报重要呢 毫无疑问我们都会选择后者 积阴德最重要 而当积累的阴德多了 面向上就会留有痕迹 这种痕迹也被称之为阴质文 有人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这种痕迹被称之为阴质文呢 阴质文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阴质文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曾国藩的著作《冰剑》中有这么一段关于面向的描述 人的相貌有轻易 古朴 奇违 秀雅 几种分别 主要通过柯明星和阴质文来辨别 柯明星在人13岁到39岁期间随时可以看到 阴质文在人19岁到46岁期间可以随时看见 柯明星和阴质文两种都具有的人 那么必能成为大人物 如果能具有一种的人也将会富贵 至于出现的位置 柯明星一般显现于印堂和美彩之间 时隐时现 它的形状有时像钢针 有时又似小球 这是一种红光锐气 通常在饮酒之后和发怒时会比较容易看见 而阴质文则一般出现在眼角处 阴天或者下雨天便能看见 形状有如三股叉 在人打盹或者快入睡时最容易看见 如果阴质文出现在咽喉部位 那么则预示着死人将得贵子 而如果阴质文生长在其他部位 也有着其相对应的一些预示 那么有柯明星和有阴质文的人 具体会有哪些表现呢 对此 冰剑中这么描述道 如果一个人有柯明星的话 那么此人少年时就会发达荣耀 较早的成功 而如果有阴质文的人 那么发迹成功的时间相对于有柯明星会要晚些 如果两样都没有的话 那么此人的虔诚就很难说了 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还会有所疑惑 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之为柯明星和阴质文呢 古人认为 柯明星是一种上腾于天庭 而下阶于地座的黄光紫气 这种光气是一种吉兆 因此以星来命名 而且它位于面部三庭中的天庭 因此得柯明星者早容 在少年指青年期间可见 而阴质文按古人的说法 是靠后天的修养和积善及阴德而来的 阴质一词原初尚书红范 原指默默的是安定的意思 后来转指阴德 阴质文其实就是阴德文 但在相学中 却是犯指人做善或做恶后 而表现于面上的文或神与色 不过只有在一个人做了很多善事后 阴质文方才会外漏出现 比如你长行善 眼下就会出现了阴德文 这是为了告诉你 这是增幅严寿 子贤孙规的征兆 因为这种特性 所以阴质文在面相学中也被叫做变相 变相即后天之相 即命运的趋势在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 自然变化中的变化 人为的变相是为了给人带来好消息 因为它肯定了人的主观方面的作用 说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发展趋势的 所以古人把阴质文理解为行善基德后的福报 这也成了全封世人多行善的理由 从上述兵舰中对于面相的描述里 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的看向识人的高超之处 其实除了兵舰以外 它在自己的杂技中也记录了一些心得 如 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 投入山者贵重 誓上者傲 誓下者弊 侧头旁视者则奸 它甚至还编写了乡人口诀 它的兴趣影响了周围一批人 如胡林毅 李鸿章等人都具备一定的看向知识 不过曾国藩真正的用人之道 还是着眼于对方的人品 他是重视人力资源的 曾经说 至圣至根本实在于人 而不在物 同时 对于人品不佳者的隐患 他也看得很透彻 他目光远 气量大 连塔齐步这样的骑兵将领 都被他请进了乡军的队伍中 在智人善任的基础上 他不断因材施教 磨练人才 而对自身的要求 曾国藩则更是严谨 他没有宣扬佛家的修福 但他一生都在努力地 修身养德 涵养心性 作为中国儒家学者 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内圣传统 坚守儒家道德 成为立功 立德 立严的三不朽人物 这种文人的修心养性与世俗的行善积德 本质上是相通的 都是修的 从曾国藩对面向的认识和识人之道中 小编不禁想起了一句从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老话 相有心声 所谓的心 这里可以理解为人格 人格是人的思维 心理活动形成的 有心理学家认为 从心理学角度说 相是人潜意识的真实反应 例如长相幸运的人 潜意识心理表现为正向 积极 乐观 感觉良好 这种人面貌神态比较开朗 圆润 阳光 由于经常微笑 皱纹向上 嘴角上翘 眼带笑意 眉心舒坦 积极的心态带来了积极的行为 从而也带来了良好的运势 让面相越来越喜相 而性善积德是人的道德修养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 真心行善的人心胸是开阔的 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中 对周围的人士施以援手 仍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喜悦 善良而乐观的人身上就会形成一种正能量的气场 也可以解释为人格魅力 不断吸引来正能量的事物 在施语与付出中 也得到了外在的馈赠与回报 这种良性循环 按宗教和民俗的英国理论理解 即是善有善报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于殷志文的产生 以及相貌与德性之间的关系 应该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吧 下面小编就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常见部位的殷志文 第一种 印堂部位 印堂号命宫 主义生荣枯 人如果做了亏心事 或祖上失德 或前世失德 会有一条玄真文 这条玄真文上课父母 下课妻儿 曾有位佛友分享过一个真实的经历 他有一个同事就有此玄真文 真的是上课父母 下课妻儿 这个课不一定是课死 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 后来给他说即行善事 是玄真转角可免难祸福 约两年后 佛友发现同事的玄真文转角上去了 此外 他的玄真文本来是垂直的 后来便弯了 转到一边去了 这叫玄真转角 转厄运为吉祥 他从前总是倒霉 父母妻儿四人总是转流生病 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 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 而现在 生活慢慢开始变得顺利顺心 终于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 第二种 眼下的部位 眼下称为紫西宫 阴德宫 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 有黄明之光的 是为有素德 有仙谷 从小就有眼带或黑眼圈 或眼带下陷 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 先天甚虚 所以 相法上说 这种人紫西弱 不容易生孩子 需要勤修静 清心寡欲 广及阴德 中医对此也有着相同的认知 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甚亏 甚主精气 精气严重亏损 云和正道 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 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 如隐隐卧蚕的 因为眼下大吉之色 是黄明之色 如蚕蚕之色 故称隐隐卧蚕 而如果广及阴德 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眼下则会有一重或二重或三重细如丝的细纹 此纹细 而又光则优美 世名阴德纹 善人行善 广利众生 眼下才会出现此纹 所以 如果你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阴德纹 那么恭喜你 这是增幅严寿 子贤孙贵之征兆 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 即发不善之心 眼下会发黑下陷 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 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肩纹 如针刺眼 此乃克子行孙之兆 第三种 脖子光亮 人要得长生不老 青春常住 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 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 不管是一百岁 两百岁 脖子都是不显老的 第四种 法令纹 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的德性的纹 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 是在两口边的纹里 法令入口名饿死相 又名腾舌入口 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 但最起码老来孤苦 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 行恶则入口 行善则可把腾舌入口 变为贴口 延长之下巴 这种法令成为寿代 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 不要紧 反性忏悔 长行诛善 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 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 后来行善改过后 在原先的法令上 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 名双龙出海 即长寿由富贵之征兆 乃善业福报 第五种 言寿毛相 如果一个人以生行善 不悔不疑之晚年 眉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 此眉名五彩眉 乃得众望 延年亦寿之征兆 幼儿内生毛 乃高瘦之吉兆 幼 中老年人 头发从额头日月角 开始向后脱发 亦是吉兆 如果中老年人头发 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 从里到外脱发 则乃凶兆 德行欠缺之相 当止恶行善 转恶运为吉祥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得知自己 已经通过行善或作恶 改变了命运 不过由于篇幅有限 小编就先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让大家了知 命运乃自己所作之善恶因果所致 并能勤行诸善 广力众生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